我叫海瑟威,是纽约夜场敲击花 我自持美貌,颓废又酗酒 还经常夜不归宿 男票人无可忍,最终把我扫地出门 走投无路的我,一个人回到了乡下的老家 在这里,我继承了一栋小房子 虽然很久都没住过人,也没什么家具 但是,先凑合吧 第二天,我遇到了小学同学 没错,他就是跪天我多年的备胎 听说父母都已经去世 他独自经营着家族酒吧 我表面上说,I'm so sorry 狮子内心窃喜不已 也许可以考虑给他转正了 空虚寂寞的我,立马跟着他 到了酒吧里消遣 他为我介绍了几个酒肉朋友 其中有个小鲜肉,让我眼前一亮 当场开启撩汗模式 且看看他如何应对我 不出五秒,他就控制不足自己了 不过,我才不会这样便宜了他呢 备胎看到了这一幕 愤怒地过来吃着小鲜肉 我的虚用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不愧是我的一号备胎 果然被我吃得死死的 无聊的时候,我也会想起 以前男友,毕竟在他那里 可以包吃包住 备胎看出了我的寂寞 亲自给我送来了60寸大财店 还说要让我在他的酒吧里工作 反正最近手头有点紧 就答应了他 临走前我给他一点点的甜头 可以看到他按耐不住的欣喜 后来,我看到心眼上出现的怪兽 做了个诡异的动作 竟然和我平常的卖萌表情包一模一样 稍微测试了下 确定了他和我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只要我在固定时间里 站在小区公园中 韩国首尔就会同步出现怪兽 这个神奇的发现 真是惊了我一领 我把这事告诉了备胎和他的朋友们 还亲自示范一遍给他们看 看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突然 我感觉胸口有点张奶 原来是韩国发射了导弹攻击我 我对着空气随手一挥 一不小心就将直升机打毁了 接着一个重心不稳 我晒倒在地 醒来后我慌得一瓶 不知道当时怪兽压死了多少人 我就是凭着白莲花精神 当上女主角的 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 被他看出了我的愧疚 觉得我很善良 更加喜欢我了 还不断地安慰我说 要多喝热水 他说 昨晚首尔出现了另一个巨型机器人 和他同步关联 拥有了共同的小秘密后 我们俩越走越近 我要是不喜欢他 估计他会不乐意 于是我让他帮我找一个 韩国人写了封道歉信 然后按照信里面的内容 在公园地板上比比划画 远在首尔的韩国人民 感受到了怪兽的愧疚之意 纷纷表示原谅 我的心情畅快了许多 终于有心思 和小鲜肉再去孽缘了 我主动跑到他家里 千里送免费的海鲜 他当然是来者不拒了 第二天醒来 看到机器人正在首尔玩闹的新闻 我们赶紧跑到公园里 制止备胎刷酒疯 他发现我和小鲜肉一起来的 顿时促进大法 竟然学会顶嘴了 我生气了 去你呀的 真是给你脸不要脸了 虽然这次成功打退了他 但他抓住了我的把柄 只要我不按照他的要求做 他就威胁要去公园里大闹一场 我也不是好惹的 不可能任由缺缺一个备胎 蹬鼻子上面 我们俩在公园里打了一架 还好当初没接受他 不然估计天天都是大型家暴现场 时候他表现出一脸的愧疚 哄骗我原谅他 老家的备胎就他一个 我也不想和他闹得太僵 关键是 他答应送我的冰箱还没送来呢 前男友知道我找到了工作 生活渐渐走向正轨 于是千里迢迢的过来哄我 一脸要复合的样子 我长得很精致 为了抬高我的海鲜架 我故意把他带到酒吧里 果然那两个男人 一见面就火药味十足 备胎为了赢过他 还差点把自家酒吧都点着了 前男友觉得他是个神经病 要我远离他 但是我知道自己不能就这样甩手不干 因为这个月的工钱 他还没结算呢 而且备胎这突如其来的霸道总裁作风 竟然让我有点着迷 可没想到他得寸进尺 半夜闯进我家打算吃免费喝下 我有点无奈 差点就要从了他 这时突然想起小时候 他踩烂过我的模型 那时我一气之下召唤出了闪电 怪兽和钢铁巨人的出现 大概就是和那时的事情有关吧 不过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还没陪我玩具呢 我决定和他抗争到底 我俩一路从家里打到公园 从天黑打到天亮 他毫不怜向西域 竟然欺负我这样貌美如花的女子 于是我灵机一动 连夜赶去了首尔 被他找不到我 开始恼旧成怒 又在公园里胡来 钢铁巨人同步在首尔湖做飞围 但他没想到 远在首尔的我 是用逆通灵之术 把怪兽召唤到了老家 我抓起他 给了他足足三秒钟时间忏悔 看他那怂样 本来都决定要原谅他了 可没想到 他竟然转而破口大骂 那么就别怪我无情了 看我代表月亮消灭你 就这样 我的故事结束了 我是海瑟薇 虽然我颓废又许久 但曾经我的善良和勇敢 拯救了世界 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好女孩 不容易 你没见过 那我给我一对 再转